娱乐大爆料 每天爆猛料 大家好 欢迎收看娱乐大爆料 我是游走在娱乐圈深处的帅气爆爆 每天为大家带来娱乐圈的动态和分析 在精彩的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别忘了订阅我 并且打开小铃铛 每天准时掌握娱乐圈一手咨询哦 好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相信大家这几天都沉浸在奥运会的紧张和激动氛围里吧 中国队的运动员们出场的每一刻都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不管哪讲与否 他们都是让我们骄傲的人 但就在前两天 一个似乎消失在公众视线前很久的人民突然上了热搜 没错 就是曾在仁川亚运会一举成名的宁泽涛 先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下宁泽 宁泽涛在1993年3月6日出生于河南省郑州市 曾是国家游泳队的一员 主攻短距离游泳 主向位自游泳 宁泽涛从小就表现出了自己的游泳天赋 在2007年 14岁的他进入海军游泳队训练 由于各方面都很均衡 便主攻混合泳项目 但在两年后的全运会里 宁泽涛膝盖受伤 因此只能放弃混合泳项目 转而专攻短距离的自由泳 伤病和专攻项目并没有阻挡宁泽涛的脚步 专攻自由泳后 他刻苦训练 参加了很多比赛 终于在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上一名惊人 宁泽涛拿下了男子50米自由泳决赛和男子100米 自由泳决赛的金牌 并刷新了100米自由泳的亚运会记录 成为了首个游近48秒的亚洲人 同年在10月17日举行的全国游泳锦标赛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中 宁泽涛以47秒65的成绩夺冠 并刷新了由自己保持的亚洲记录 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 宁泽涛继续着他的游泳事业 不管是外界的关注还是得奖的瞬间都非常多 虽然网友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但大多数人都在默默期待着他可以继续自己的神话 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继续闪耀 然而遗憾的是 里约奥运会上的宁泽涛表现并不是那么的优秀 在里约奥运会男子100米自由泳半决赛中 宁泽涛以48秒37的成绩排名小组第6 总排名第12位 无缘决赛 在男子50米自由泳裕赛中 宁泽涛以22秒38的成绩排名小组第5 无缘半决赛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竞技体育原本是没有理所应当这四个字的 但对于观众来说 理智是一回事 想法又是另一回事 在人川亚运会走红后 宁泽涛成为了网友和粉丝们心中的小鲜肉 大家对他的外表和身材花式追捧 广告商和活动邀约不断 这些建立在他成功和奖牌上的喜爱 在里约奥运会的失利后瞬间崩塌 渐渐的 外界对宁泽涛的评价不再是天才游泳运动员 而是想娱乐圈捞金的想红的人 而这些评价对于原本就承受了很多压力的宁泽涛来说 变得更为沉重 后来宁泽涛更是陷入了代言风波和纪要风波 被国家队遣返回了河南队 而他本人也慢慢淡出了公众视野 2019年 宁泽涛正式宣布退役 原本以为宁泽涛的故事到此就要结束了 却没想到在三年后的今天 借着冬季奥运会的风潮 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私内幕 被扒了出来 让我们说回这个登顶的热搜 这个话题里 有网友梳理了宁泽涛从成名道被打压 再到退役的全过程 揭露了很多游泳队隐藏在黑暗里的手段 看完全部的有料君只想说 没想到啊真的没想到 就像网友们说的那样 泳池的水可以深得淹死一个中国冠军 也可以浅得装不下一个少年的梦想 宁泽涛在河南发生疫情后 低调的为家乡捐出了20万 然后大家就想起了宁泽涛 开始申巴他这几年的动向 发现他并没有进入娱乐圈 而是渐渐消失了 很快 关于宁泽涛事件的书里也被公开 大家先是对比了宁泽涛的肌肉状态 发现他瘦了很多 完全达不到运动员的标准 按照网友的说法 宁泽涛和国家队原本是跟伊利签订了合约 伊利是游泳队的赞助商 和宁泽涛个人也签了代言 但随着国家队人员的调动 新上任的负责人和猛牛谈了合作 2015年11月 猛牛旗下的冠翼乳 以添价成为游泳中心的赞助商 签下了国家游泳队的集体合同 然后问题就来了 游泳队那边默认集体合约 等于运动员个人合约 但宁泽涛却和伊利签了单人的合同 两个竞品同时压在身上 内忧外坏的显然不好受 在无法和平解决代言事件之后 宁泽涛遭受了很多外界的折磨 给饭卡消磁 让他无法吃饭 但运动员又不敢随便去外面买着吃 只能借用队友的饭卡吃饭 公寓管理员开始不给他安排住宿 要求他在三天内搬出去 宁泽涛的主教练不能出现在泳池边 不能陪他训练 于是他只能自己练 让队一帮着掐表 自己去外面找游泳池游泳 这些细微的打压手段 对于运动员来说 其实是致命的 后来宁泽涛更是陷入了禁药风波 让他做了几次尿检和血减 影响了他的心理状态 最夸张的还是他在李约住的房间 没有床 只能在最靠近窗户和水房旁的一个沙发上休息 就连挡光的帘子都是他自己挂上去的 还让他放弃100米次游泳 去挑战200米次游泳 这对于运动员来说 是个非常慌落的决定 就这样 原本在集训中表现很好的宁泽涛 在奥运会现场表现失利了 因此当记者问到宁泽涛是否还想继续回到赛场的时候 他的眼神里有一些无奈 说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很多事情都不可控 其实还有很多人都希望宁泽涛能回来 重新拾起他的游泳梦想 但对于28岁的他来说 运动员最黄金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未来的宁泽涛会怎样我们都不清楚 只希望对于为国争光的运动员 网友和观众们都能多一些宽容 体制内也要对他们有所保障 因为实在是不想看到奥运冠军退役后 求生洗盘子这样的新闻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大家还想看谁 想看娱乐圈的什么事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根据大家的留言做出更精彩的节目哦 还有别忘了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呀 今天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